他用公家所有的資源來成就他自己 來得以拿到這個博士學位 可是呢 更令人訝異的 他才沒有離開知冊位之前 他在2018年呢 就密切的跟郭台銘接觸 高安明顯是欲餘多吃 將研究計畫在沒有授權的情況底下 剽竊這個研究成果 然後轉換成個人的一個博士論文 根據這個研究學院 他們認為沒有任何具體的東西 所以他們並不會去追究或追求 這個所謂的指控 可是高文記的說法是說 對研究生學院而言 並無關於自我抄襲的定義 我不曉得他是故意翻譯錯了 還是刻意要模糊掉 這個研究學院 這個所謂回函或聲明的核心 簡單講這個研究生學院的這個回函 或者聲明 他們認為之所以不去追求或追究 這個所謂自我抄襲的情況 是因為nothing specific 沒有任何具體明確的東西 而並不是他們翻譯所說的 並沒有自我抄襲的定義 所以我覺得有三個主要的問題 高文要面對 第一個他要領國家薪水 因為自社會是政府的智庫 用國家的研究計畫的經費 剽竊整個研究團隊同仁的這個智慧跟結晶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道德瑕疵 甚至有法律的問題 另外一個他並沒有取得自社會的授權 涉嫌侵犯了智慧財產權 來獲得他個人的美國大學的學位 然後最後他拿了自社會的補助去讀書 拿了自社會的經費做研究 然後離開之後馬上跳槽到民間的私人企業 這個我們認為也是非常不道德的 因為這個相關的補助計畫在後來做到腰斬 他用公家所有的資源來成就他自己 來得以拿到這個博士學位 可是呢更令人訝異的 他還沒有離開支撤會之前 他在2018年呢就密切的跟郭台銘接觸 到4月21號的時候跟鴻海簽下聘用通知 這時候他人還在支撤會 卻又用支撤會的資源出差訪美 順便把博士的相關的一個程序呢 把它完成 在這個時候高鴻安呢就已經超前部署 腳踏兩條船 那支撤會啊他應該啊用甲方的身份啊 提出啊這個非原創的一個那個證據 高鴻安明顯是欲餘多吃啊 啊將研究計畫在沒有授權的情況底下 剽竊這個研究成果 然後轉換成個人的一個博士論文啊 我覺得支撤會應該啊遏止這樣的歪風啊 應該向新興納提大學提出檢舉 用新的市政要求新興大學呢 重新召開這個學術倫理委員會 雖然他看起來很甜心 但是讓人家直覺是一個假面甜心 一個這樣子公器適用過河拆橋的一個 這個候選人應該被公開檢驗 也應該被嚴格的檢驗 我真的看起來很甜心 但是有個問題 我只是照顧住會在深刻的地方 可以讓人家族刷新的字幕 那種手機都會做的